现在美国国会山终于正式的启动 对共产党在美国所有的资产进行查封和索赔 第一个4.9万亿美国过去三年 因疫苗病毒播出的紧急救济款共产党赔 再加上所有的经济损失15万亿 也就是20万亿 这只是开始 我说过共产党因为病毒会把中国人的钱赔得连底库都没有 而且是千秋万代 你知道这个立法是百分之百回历上 现在美国已经在想 包括这些议员 这个立法的过程当中 共产党把钱撤手怎么办 美国可能实行立法加速或紧急行政命令 查封在美国等联盟国所有的中共资产 等等等等等等 中共国 中共国查封了 路大脑袋是不不包含 九指鱿不包含 或者你身在美国日本的不包含 是不是 不会的 只有一个办法 所有在美国 在欧洲和美国联盟国的全部大额资金不允许外出 就像当年夏威夷珍珠岛 夏威夷袭击 珍珠岛战争之后 对日本的日一一样 你只要超过一百和五百美金 必须申报 美国要查封 日本会第一个跟上 加拿大肯定小兄弟的跟上 会比美国还要严 澳大利亚当然跟上 欧洲必须跟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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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